要作业啦这样子 那不知道柯文哲会不会一直到最后 剩下20天左右 还是交白卷 我对他有信心 交白卷 对白色力量 白色 对交白卷 我们北厂也是白嘛对不对 大家好 我是落草的某某 我是雪莉 欢迎收听民房关我什么事 带你关心民房大小事 明年1月13号就要举行总统与立法院选举 选举 选举一 太紧张了 你选举越来越举 越来越举 这样是怎么样 好难喔 好啦我们这一集民房关我什么事 就要跟大家想要聊一聊 这次总统大选三个候选人 对民房议题这个题目 到底有没有提出了政策 或是有什么看法 这个候选人产出的过程蛮刺激的啦 相信我们的听友朋友们 应该多少都有追追这个 这一树肥皂剧这样子 经过这个密室协商三打一啊 还有这个全民被迫上了 很多统计学的课程啊 以及这个五星饭店的直播分手擂台之后呢 2024年我们终于确定是赖金德 柯文哲侯友宜 作为三个政党的总统候选人 也就是三个老义男 怎么这样子 好 我不称职这一点 确实嘛 客观事实上 好所以总之候选人就是这三个 对那我觉得有个地方 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是说 诶这三个候选 除了你刚刚说的老义男之外 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 这个共同点呢 也会跟民房这一题有很大的关联 看猜不猜得出来是什么 那 我就要暂停一个很长 让听友们猜一下这样子 什么 对 没有人会猜 没有人会猜 对 大家就会一片安静 以为 怕开始坏掉 对 因为事实上理论上 这三个候选人 应该要对民房 都有一些基本的概念啦 因为他们过去跟现在担任的职位 应该都是有点关系的 对 就是他们三位都当过市长 而且是赤霞市市长 像赖金德就是台南市嘛 然后柯文哲当过台北市长 然后侯友宜则是现任的 对对 他现任是新北市长 大家不要忘记 提醒大家 他没选上还会回去当新北市长 各位新北市民们 就是投票结果可能是恭喜 回任新北市长这样子 好 大家可能忘记他 好 但是因为他们三个都当过 不管是现任或前任 这个市长啦 根据民房的法规 像这些地方政府的首长 县市长 其实是当地的民房指挥官 怕了吧 对对对 之前就说大家地方政府 也不能乱投 这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像 不管是中大灾害 那或是更严重 你如果真的发生战争的话 其实民房相关的工作 地方政府的县市首长 要负责的 他可能要负责 指挥调度啊 他们各局处要组成 那种民房大队 去投入他们后勤的 灾害抢救工作 或是一些协助 军事情务的工作 所以像每一年 跟大家多少有些印象 万安演习啊 民安演习啊 这也是地方政府的首长 要负责跟他们 县市府的各局处人员 投入演练的 那顺便业配一下 这个卧槽 应该有写了不少 这个演习相关的报道 我们一样请同事 放在资讯栏处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对因为这个演习 其实是蛮重要的啦 如果这些县市首长 有认真演习的话 我们一般老百姓 可以不太认真演习 不行啦 也可以 可是要怎么认真演习呢 那在这里 我们推荐一本 非常有用的手材 非常重要 积极行动指南 对好 回来就是说演习嘛 这些县市首长 其实应该是要好好的 这个对于民房体系的运作 去了解 所以他们应该是要 比一般民众更有概念才对 真的吗 对 实际上是不是这样 我们不知道 但到底像是这样子 对那也还好 就是郭董最后退选啦 不然我们还要聊一下 就是郭董提出的 这个魔幻的民房证件啊 比如什么 重启警备总司令部啊 里长要上去训课之类的 对 所以当然 我们也许也不一定要笑郭董啦 也许其他这个三个 总统候选 郭董是更有想象力啦 他一直都是蛮有想象力的人 所以我们看 其他三个候选人要 我们来这期就要讨论一下 到底他们对于民房一体 提出的证件 是不是真的 比郭董好 或是比一般人好 还是也是千疮百孔 哎呦 而且我们录这一集的时候 这个证件发表会已经结束 我们就是要把最新的资讯 都更新在这一集里面 各位听留 一定要往下听下去 所以根据这个登记参选的顺序 我们就先来谈谈赖庆德吧 因为他是最先完成登记的 总统候选人嘛 他不用进行这个三打一 差一点 差一点 只有他这个候选人 也是让人很紧张 怕 好那今年7月初的时候 其实赖庆德他就英文投书 投书到这个华尔街日报 他那题那个文章就写说 要如何维护台海和平嘛 他就讲到说 如果他当上总统的话 他会强调说 要提升台湾的贺阻力 那这个项目之中 他提到就是说 他会加速国防转型啊 加强就是具有这个成本效益啊 机动性的一些非对称战力啊 那他又强调一个典王 这跟民防有关了 他会讲到说 在部队训练 然后或是在民防资讯交换上面 会寻求跟盟友之间 更进一步的交流 平常我们听到军事交流 一般想象就是 好像是什么 也许武器军构啊 或是军事人员的训练啊 那赖庆德是在这一题 他是先提到了 就是民防这一题 也要跟我们的国际盟友 互相交流的候选人 这个文章 其实后来相关的内容 也都被赖庆德放到官网 去当他们的正式的证件 大家也可以上去看得到 所以有兴趣知道 更多细节的朋友 可以自己去赖庆德的官网 看一下这样子 我其实也不知道 还有越来越竞选官网 怎么讲 好哦 对 有一些买小物的朋友 应该就会有注意到 那有注意到小物的部分 不一定有注意到 就是政策的部分 还是要看证件啊 看一下看一下 对 或是稍微逛一下啦 那以沃草这个 投入民防议题的经验来看啊 再来制作公民行动指南 跟经验行动指南的时候 其实都有参考过 非常多国家的民防手册 这样是哪些 怎么样 谢谢 谢谢你的作求 比如说 乌克兰啊 波兰啊 瑞典 立陶宛 拉脱威亚跟爱沙尼亚 等等的 对 那我们就去看一下说 别的国家的政府 如何教导 他们的国民去应对战争 或者是灾难的情境 对 所以其实说在这一题 我们已经非常非常落后了 像刚刚那些国家 他们是政府用 整个政府的资源 去做手册 或是做一些相关的网站 去教大家如何去应对灾难 或是战争 中华民国政府又有做手册 不好说 大家自己上网下载一下 比较一下就知道 就会知道我们做的有多好 好 台湾或是中华民国政府 我们刚刚讲到说 要跟盟友啊 或是这个盟邦啊 去做一些学习交流 就让我想到说 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些东西 确实有在改变 像千奇奇大 他们印象 我们提到防灾事 防灾事的培训 那这套概念 那时候也提到嘛 它是比较接近日本的 当然像比如说 民间团里很多 现在在推一些 教大家怎么做急救啊 然后那个是来自于 就是比较美国系统 叫做战术紧急伤患照护的那种 在战场上实证过 发生有用的一些急救的技巧 就壮过台湾推的 那个T-SER 是这个系统吗 T-SER的话 比较类似防灾事 那种概念是更广的 那比如说 真的紧急救护的技巧系列呢 它表象是 就刚刚提到 更多民间团里可能在推 就是你要怎么样去辨识说 这个人受伤的情况啊 他的意识如何啊 那我应该要先做什么 再做什么 然后才可以让伤患 是最有效的 保护他的生命这样子 因为他很复杂的形容 但是其实呢 这有一本 这个民间推出的手册 也很棒 有写积极行动指南 这是哪一本手册呢 就是积极行动指南 大家可以去里面看 对 不要一直业配 需要 需要一直业配 我们很辛苦的 做出这一本来 对 那所以其实很多 学习国外的经验 对于我们 就是引进这些 新观念新技术 对推动民房都很有帮助了 那所以都 其实我们也发现说 当然刚开始嘛 很多需要学 最本人也都发现到 我们自己政府很多 现在或是候选人在推的 就是那种 别人已经上太空 我们还在那次强输 有没有 所以会出现 郭董这种 讲到民房 就想到说 我一定要什么 警备总部 这种情况发生 我觉得郭董 实在是蛮神秘的啦 就是他有一些政策 好像稍微有点样子 但民房这一题 就是真的是瞎讲一通 我们其实有注意到说 今年九月啊 赖清德在造势的场合 其实有提到一个 稍微比较有一些争议 跟讨论度的政见 就是保全人员 要加入全民国房的行列 对 那这个说法出来 就有一些人觉得说 啊 这个保全人员 已经很辛苦了嘛 因为在台湾普遍 其实都是高工时低薪资 很多一轮 都是12小时 我自己有几次 就是在逛街的时候 就会看到保全人员 就是站着就睡着了 其实站着睡着 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就是说他 就是累到什么程度 才有办法真的站着睡着 其实有点蛮可怜 就是一方面 你觉得这个画面 有点荒谬 但一方面就是 他真的很累 让人感到不舍这样 对 有点不舍 但就是画面 又有点荒唐这样子 对 那所以如果保全人员 已经这么辛苦的情况之下 如果还要去做民房的工作 那这样子好像有一点 不合理吧 对 不过我觉得是 大家会 应该是想象的 那个保全人员的画面 不一样 可能有些人想到 可能保全人员会想象的 就是 也许你们自己 有社区 有管理员 就是那种年纪比较长 然后可能就是 帮你收包裹啊 然后可能是比较像 二度就业的阿贝啊 比较像 也许你想象的是 这种的保全人员 但其实 说实在 台湾还有另外一种 保全人员是那种 因为现在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有一些像工厂 科技园区 或是一些 捷运车站那种地方 会有一些 比较有规模的 民间的那种 雇佣保全 就乍看之下 穿起来好像 有点像警察 但是他其实是 民间的保全人员 我刚刚讲的 那就是百货公司的保全 我看到他站着睡着的 就是在百货公司里面 很可怜耶 他多大年纪啊 你会去关心关心他 没有没有 不是长辈 可能顶多才40岁 那就是真的很累 很可怜耶 好 所以我们大家其实 要注意大家 关心一下周边的 劳动条件 对 好 所以说其实刚刚刚说 有注意到的这种的话 所以保全人员 有两种样态 那现在有一种 新年样态 就刚刚提到那种 在一些公共场所啊 重要的机关购啊 其实都会有 类似像那种警卫 看起来像警察这种保全人员 他们会有些检验的装备 你会看到有些 很像什么无线电 或是像那种 也不算警棍 但类似的一些 就是可能可以 临时防身的道具 通行 通行带预约 稍微比一般的那种 管理员来的好啊 那这边我也要 就跟大家提一下 一个概念 就是说大家觉得说 这些人依法是说 这是额外加给他们的 一些工作吗 但其实 这就很惭愧了 就是其实大家知道 中华民国 有一条法律 叫做民防法 那里面这个 有一条规定 其实写说 依照法律 在台湾的各种 比如说铁路 公路 港口 航空站 就是机场 这种就是交通重要设施 或是什么电厂 水厂 这些地方 里面的员工 其实要组成一个东西 听起来很酷 叫做特种防护团 听起来真的蛮酷炫的 特种防护团 对这样出动 我们是特种防护团 对 然后好 就算你不是这种 特殊的机关 就是比如你是 一般的公司 学校等等的 你只要你的这个规模 到一百人以上 或者说你们公司 本身没有那么多人 但是你们 share一个 共同的一个空间的话 你们这些单位 也要组成一个 联合防护团 对 所以卧槽要组一个 联合防护团吗 听起来是蛮酷 就是我们如果上下楼 这样人数 这样凑一凑 理论上要组成 然后这些就是要平常 经过一定程度的训练 也许是消防 什么一些 发生一些危险的时候 然后要安排 大家要彼此有什么任务 要演练 但我想不用我们说 我想大多数人 应该都没有参与 什么各种防护团 或联合防护团的经验 所以其实依法 我们很多理论上 都要做 但是现在的法规 落后不说 而且也没有去执行落实 所以确实 如果真的我们想象说 台湾发生中断灾难 不要说战争好了 地震 我们目前这些 公共空间车站的人员 真的有办法 就是协助这些民众疏散吗 因为很多这种 公共空间 可能争吵会很多 或是它本身 就是灾难时的 集合地点 所以如果真的 发现说 这好像很重要的 那让这些地方的 保全人员能够 在训练过程中 能够让他们有一些 也许急救的技巧 或是也许一些 相关民房 救护的一些知识的话 或是像很多公共场所 现在有那个 你们看过那个 电人的那叫什么 AED 有红红的一个箱子 对对对 就是可以把别人 就是如果这个 心脏停止 可以把它电起来 所以如果大家 这些保全人员 能够有一点 基本的这些 急救技巧的话 是不是更能够 保障民众的安全 我想这个 大家也可以思考 对 当然也要搭配 提升他们待遇 对或者是 就是整体的 这个概念是好的啦 但是在实行上面 要如何进行 可能就是 接下来需要 要思考的事情 这样子 对因为其实像捷运站啊 或者地下化的火车站 等等的 其实都是遭遇 空袭的时候 预设的民众疏散 避难地点 所以比如说 汉光演习的时候 警察就会要求 路上的民众 要进入捷运站里面 所以如果 以这一点来说的话 这种公共场合 跟大众运输的 保全人员 确实在发生 紧急状况的时候 要有这个急救 或者是救灾的应变能力啦 对或者是 就算不管演习这些 你也可以想象 或可以理解 在人潮多啊 或者是有紧急情况的时候 这些人确实是 需要一定程度的 应变能力啦 对 那以目前的实务上来说呢 捷运的保全是 都需要接受 这个灾难情境 模拟训练的 像是什么 像是五月天演战会结束 然后很多人潮涌进 那个捷运站 或火车站之类的吗 或者是大巨蛋 在做这个 什么快速排除 这个疏散人潮 因为不能输给高雄之类的 对 那其实也是蛮重要的事情 对 所以像今年的汉光演习 台北市又选了 这个南港车站 作为模拟 模拟被 飞弹攻击的情境 这样子 那去演练 这个紧急疏散 对 所以我觉得 现在其实各个地方政府 都有陆续开始 做一些比较 特别的一些 情境模拟啦 我觉得这个东西 就大家可能有些人会想说 啊你这样是不是说 兵凶战危啊 但很恐怖啊 睡觉的战争了 我觉得反过来想就是说 如果你完全没有准备 如果你是习近平 你会觉得这个比较好打 反而就是 如果我们常常有在演练的话 对于这个习近平 或中国解放军而言 很会觉得 哦他们是不是这个 都已经做好准备了 我现在打 好像不一定打得赢 不一定有效果 反而就不会去发弄攻击 而且我觉得退万步也 就是就算完全不讲战争 台湾就是一个 有蛮多各式各样天灾的嘛 就练习这些事情 绝对不是坏事 对 学习这些不会是挑衅嘛 对不对 就跟之前讲的 学习这个防备天灾 做好准备 也不会是在挑衅说 台风地震赶快来 对或是挑衅地震不够大 对 所以说刚刚提到的 当然想说 比如在今大提这个时候 会不会又有那种 叫别人做功德的嫌疑 但是概念上来说 还是希望说 确实如果更多 公共场合 公共运输的保全员 能够纳入冰房体系 概念上是好的 大家应该还是会希望 就是说 这些职业别的人 能够多一些救灾啊 或急救的技能 那当然一样啦 薪资啊 或是劳动条件 就要注意 也许可能想说 是不是 如果有相关证照的话 他们就可以level up 可能有些薪资的补贴 甚至比如说 如果在一开始 说人力招募的时候 也可以把这些证照啊 防灾事啊等等 当作一些什么 加分的项目 或者是其实 可能要讨论保全的 这个劳动条件问题 应该是整体保全的 劳动的问题啦 倒不如是说 他们家的民房 就怎么样怎么样 是整体原本的劳动条件 就有蛮大的问题了嘛 对不要再出现 站着睡觉的状况 很可怜 我看过不止一次呢 不是同一个人哦 不是同一个人 我看过不止一次 把货公司的保全睡着 很可怜 睡得在哪里逛 你说逛了 逛在那个 不好说 逛到一些劳动条件 不是很好摆过 是不是 对 让我们知道一下 对没有 我看过好几次 对 而且是真的站着睡着 然后就往前请了 很可怜 他是睡熟了 不是稍微打磕睡 就是Michael Jackson 这种往前请的角度 对 这太难 真的啦 我们又在开玩笑 很可怜 对 对所以我们其实应该要提供一些政策上面的 又营去鼓励保全人员接受训练 那也帮助保全人员走向专业化 所以在新德提的这个政策概念OK啊 就是刚刚讲的 整体劳动条件的问题 是保全业整体的问题嘛 所以这个政策概念上OK之外 其实是需要细部的配套措施 对 不然就会被做文章往不好的方向解读 或者是大家可能就没有那么理解说 这个政策到底是在说什么 对 不然又变成是做功德 提醒一下 尴尬尴尬 好啦那接下来我们谈一下 这个第二位登记的餐权人柯文哲 他是第二位 不过也是在最后一天啊 比那个柯友宜早一些鞋而已 这一次没有压死线说吗 他带了身份证 而且他有带钱 因为其实登记总统候选项 1500万之类蛮多钱的 现金吗 哦支票也可以 对 我对市盈卡的本票 他不知道我们带钱 但我知道他有带谁 他有带吴欣盈 星光集团 吴欣盈有带钱 或是吴欣盈露脸就可以压1500万 找到这个名房没关 好啦OK回来 对好那柯文哲有提名房证件吗 好像没有注意到 我们有去找一些相关 比如柯文哲名房啊 全民国房这样概念 目前没有看到他比较具体的证件 然后在他的网站上 也没有看到相关的论述 但是过去倒是有些精彩的发言 对 柯文哲对名房议题 有一些这个精彩的发言啊 那我才有做过报道 一样放在资讯栏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对那个时候我记得 应该是前年吧 2022年9月就是 那个时候柯文哲应该是市长 还在当台北市长 最后一次被质询的时候 那个时候有台北市议员林颖梦 在质询相关名房系统的时候 说你到底有没有做到准备啊 还是钱都花在联谊啊 吃饭餐序上面 就是名房人员的训练 柯文哲那时候一开始很呛 说我是最认真准备名房的市长 对 但是后来就林颖梦 就是议员就继续追问吧 那你说到底准备了什么 然后最后柯文哲就不耐烦 就回呛了什么 想说 你们这些没当过兵的 整天都在呢 我就是直接就是用这样的攻击这样子 他柯文哲应该当下就觉得 这样回应不太好啦 所以后来就改口 就说啊有了 他们有在规划什么动员这样子 嗯 真是理性 真是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超柯文哲 我觉得这个状况 完全就符合我们前面几集 有聊过的 就是谈到就是女性提出名房的内容啊 然后议员咨询名房的内容 其实那就是林颖梦的工作啊 对 但只是因为她是女的 柯文哲就算人家没当过兵 那柯文哲就觉得 丑女也是刚好而已啦 不管找爱丽莎莎做几集都是一样的 对 那关心民房 或者是关心台湾的未来 关心我们怎么做准备 关心政治人物如何准备这些题目 跟有没有当过兵 一点关系都没有 如果你刚刚讲找爱丽莎莎 好像说找爱丽莎莎 就不会变成她丑女 嗯 不好说 尴尬的一秒钟 对尴尬的一秒钟 大家自己是不是心里有数这样子 对不是啊 那个影片点击就很高吗 然后那是另外一个话题 有机会再聊 最总总之回过头来讲 就是说 常常这种认为说没有当过兵 就不应该讨论民房 或者是你知道 女生只要提出这一题相关的意见 或者是想法 就会被呛没有当过兵 对 而且事实上民房工作内容 跟当兵也不一样 对啊 就差很多啊 对 那重点是要维持社区的韧性 那维持社区的韧性 一个社会没有一半的人 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或完全不参与 绝对不会是好事啊 所以越多人参与 其实是更好的 所以林颖莎愿意 咨询这一题 其实应该是很好的事情 那柯文哲就是一贯的当他的柯文哲 所以其实就他回答的内容 就知道他对这一题 其实完全没有概念 他把民房跟当兵混在一起 如果是当兵 如果是国防事务的话 就跟台北市 台北市议员 台北市长 没有关系啦 就问他当然是民房啊 那就是跟军队没有关系嘛 就跟当兵 当过兵没有关系 他在那边 应该要呛 我就是在呛你各位 如果讲这种话 就是柯文哲的TA哦 不要检讨选民 不要这样子 不要检讨选民 不要检讨选民 只是检讨柯粉而已 柯粉也是 我们还是一个 对不对 台湾的共同体观支持谁 我们也是一个台湾的共同体观支持谁 都是我们重要的一份子 对 对但事实上啦 我们就是 不管是或草或是 其他民间团体办的活动 都会发现说 女性的参与度 其实是非常高的 就连国际媒体都有注意到 这件事情这样子 对 我之前还会回头 帮柯文哲稍微讲点话 平衡一下好了 其实柯文哲在当市长任务的时候 他才对民房 做一些不同的地方 像比如说 他要把一些 旧有的警察的派出所 去改建 变成是民房大队的一些空间 那台北市教育局 还有成立一个叫做 全民国防训练中心的地方 这地方挺很酷炫的 当然他其实就是一个 培训公务员 可以在里面 做一些民房相关的业务 然后当然还有成立一个叫做 平站转换办公室 就是平时跟站时 站在这时候 转换的一个办公室 那可能是会负责一些 防灾应变 或是一些灾后灾难的 一些复原协调 那如果真的发生战争的话 可以变应变管制中心 但是其实因为这个东西 是在非常后面开始做的 还不知道这东西 到底是成立的 到底有没有运作 那实际上跑起来会怎么样 还没有被检视过 那而且其实 实际上的民房运算 也有被议员指出来 其实是慢慢逐年 在被减少的 对 当然客观来说 这些地方政府 不然都应该 首席民房业务 其他两位候选人 像赖清德 惠友宜 也都当过这些赤家市长 那如果基本功 大家都按表操客的话 从目前客观者 做的事情 看不出来 他有没有比 其他两位 在民房制体上面 告明到哪里去 比如说上述 确实是有做了一些 基本的 比如说 刚刚讲的办公室 或者是 修整派出所 等等之类的事情 但是还是要实际 运作比较知道 而且他现在 不是台北市长 他现在是总统候选人 所以如果 以总统候选人的 角度来说的话 他目前是没有提出过 任何民房相关的证件 距离投票已经不到30天了 所以柯文哲跟他的团队 明显就是在这题上 落后其他的候选人 我觉得其实 这一题的方向 他其实都蛮尴尬 像民房 那甚至更大层面 如果讲国防议题好了 他其实讲话 也都让人家很轻障 像他之前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他想说 他如果当总统 他要建制网军 然后每过一段时间 就要去贪汪 中国的网络 让他们买不到车票之类的 哇好酷 那个真的很恐怖 就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就是这个才叫挑衅吧 对啊 这个才叫挑衅吧 他跟中国的关系比较好 根据他自己讲的 对 国防政策 其实就不应该这样子 这么草率的讲 真的要发动所谓网军的话 那其实也不会这样公开讲出来 而且我觉得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 比较夸张的新闻是 他之前也在那种 公开场合一些论坛 用开玩笑的方式 结果不经意的 不小心说出来 就把说我们跟其他的国家 有一些正式的一些 网军 网路军队的 这些训练的合作 甚至说要带一个空间训练 就地点都讲出来 真的会吓死 幸好他只是当过台北市长 对 如果再当多一点 就是什么都讲出来 对 这相关资讯 请大家千万不要去搜寻 对 就把那个新闻往上推 对 所以总之就是 我觉得真的是 选谁蛮重要的 不管在哪一个位置都是 好 那最后呢 我们就来谈一下 侯友宜的民防证件 不过其实蛮有趣的事情是 侯友宜跟赖清德一样 一开始都是投书国外媒体 来发表国防跟外交的证件 而且一样都谈到民防政策 对吧 对 那时候当然赖清德先投 那因为先登记者就先投书 那会有一定比较晚登记 所以投书也比较晚 原来是这样 不知道 还会不会是他当总统 他就投了 多浪费 他也是在今年9月的时候 有在一个 也是非常知名的一个国际的杂志 叫做Foreign Affair 外交事务 那他提到就是说 台湾要走中间路线 那他们作为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 会怎么样避免 跟中国发生战争这样子 那他提到的一个外交国防政策 就是说像他说 他当选之后 会在行政院成立一个 叫做全民防卫动员委员会 而且是会有这个 行政院副院长 去当委员会的主委 那就可以做什么 做一些提升全民国防议事啊 然后去整合 中央层级的全民防务 各个部会的业务等等 他在几个礼拜前 12月11号的时候 又提出他的这个国防证件 他也再度的重申了 要成立这个 全民防卫动员委员会 而且他自己也说就是要跟这些美国 进行各种的一些军事交流等等 所以侯友宜确实是有表示 他想要这个跟美国进行军事交流 进行全民防卫方面 那我们就问这个中国国民党的 对 候选人们 来请跟他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事情吧 对 想到就有气 对不对 需要讲一下 虽然你可以看侯友宜在 刚刚讲12月11号提出这个国防证件 说我们很重视民防 我们要跟美国进行交流 但是呢 他们辖下 也不想辖下 他不是主席 他们国民党的其他立委候选人 就是开记者会 而且在国民党党部 开记者会 抨击 抨击什么 抨击说 哇 就是美国有些 关心台湾民防的团体 跟台湾的很多民间团体合作 像跟卧嫂合作 或是跟中共台湾合作 做一些民防推广 教大家如何救灾训练 教大家 去做积极行动指南 对 教大家如何去积极行动指南 对 谢谢推广 对 然后这些国民党立委参选人 就把做这些事情 当作说 哇 这些是战争团体 在贩卖战争 是要鼓励台湾反动巷战 然后引来战争的战争贩子等等的 所以就想说 等一下 你们前两天 你们的总统参选人不是说 要重视民防 然后要跟美国军事合作 结果怎么样 美国真的来帮忙 来跟着你说 那我们来交流看看吧 就马上被你们骂 到底想要怎么样 真的 对 然后沃草关于此事的声明 一样发在这个资讯栏处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对于事实上 民房或全民防卫 涉及的层面都很广 那包括像是救灾 或者是避难疏散 这些是由消防署 跟警政署负责 那如果重大灾害 或战争时期的灾民安置呢 就是医疗跟设政机关的 业务范围 然后自来水 电力等等 就是交通部 经济部等等的 所以其实成立 这个国防部的 全民动员署 是可以负责 这个人力物力的 动员跟管理规划的 所以这种跨部会的协调 整合工作 其实是蛮重要 对 其实就好像我们最少 我们我少自己在 开始准备做 第一本民间版的 民防手册的时候 有类似的状况 就会知道说 我们最一般的想象说 民防这个题目 应该是谁 好像是国防部 然后所以说 我们有问国防部说 你们其他国家 做这些东西 你们会不会做 那国防部就会取得说 如果是民间的 这种防卫的话 应该交给 内政部 警政署等等 我们就去联系警政署 那警政署说 他们也没有要做 你们应该问国防部 因为就是这一题 因为它牵涉的范围 非常的广 全民都有参与 所以其实是非常多 跨部会要整合的 如果没有一个机关 一个单位 把这些单位 横向的揪起来的话 那他们就会互提皮球 所以需要有一个 行政院等级的一个会议 把这些人拉起来 各自负责什么事情 做分工 不然就是每个人都有责任 然后就会 每个人都没有责任 这样子 那所以后有一提出 成立这个 全民防卫动员委员会 概念上有点像 我们参考 现在的防灾体系 那我们现在的 灾防法规定 本来就有一些像 中央灾防汇报 灾防委员会 去督导 或是做一些政策的 这个协调单位 严格上来讲 这个东西这样做 可以想象是有它的道理 当然它比如相对于 赖心德的主张 那大同小异 有些文字上 用的比较保守 没有那么创新性 但确实这样的做法 是有必要的 所以赖心德的说法 是相对比较创新 可能有一些争议 但侯友宜的就是 一贯嘛 中国党的路线 就是保守 然后安全牌这样子 对 但是我实在怀疑说 因为他们投书 是用英文投 他是不是 不想给台湾人看 不是 不想给另外一个 看中文的国家看到 哦 对 我们可以好好思考一下 这个问题 对 用英文投书 而且好像说 那个文章好像不太容易看到 好像是一个付费版 之类的 有付费墙 对有付费墙 很不容易看 对 到底是想要给谁看 虽然提出的是 这些人 他不想到太多人发现 这样 对 结果就 不好意思被握手发现咯 对 对 对好 所以赖信德相对比较有想法 然后侯友宜相对保守 但柯文哲目前是 还没有提出任何民防证件 我也很害怕提出什么证件 对 万一又讲一些 让人紧张的东西 对 或是又讲了更多 网军培训所在地之类 对 很让人害怕 对 所以至少侯友宜 跟他政策幕僚团队 有重视这一题 或者是有交作业 对 那不知道柯文哲 会不会一直到最后 剩下20天左右 还是交百券 我对他有信心 白 交百券 对 白色力量 白色 对 交百券 我别查别是白嘛 对不对 是不是这集透露太多 我磕黑了 你说的白是什么 对 你说的白是什么白 OK 那其实当然我们现在 这三位候选人 都当过职家市长嘛 理论上都有担任过 地方政府 民防指挥官的经验 当过台北市长的 这个台北市 那个民防资源 其实就相对于 其他县市更多 那如果客观者 真的维持他的 一贯的白色力量 交百券的作风 没有提出民防政策 他真的会显示出 其实柯文哲 他们或是民众党 他们在这些 国防这一块 真的是缺乏专业 那怎么说呢 台湾其实面临的 军事威胁 空汉或游战攻击 事下 我们要想的 其实防卫台湾 不只是说要有 国防军事 这个层次的 这个政见之外 民间全民的防卫 然后也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议题 所以小白卷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在想什么 但是其实 是要打一个 很大的问号 我觉得各位听友朋友 可以自己稍微想一下 如果你关心台湾的未来 是不是可以接受 这些人提出的政见 其实是蛮值得 思考的一个方向 那某某这一次 有参与这个 积极行动指南的 编写工作 那如果从这个民间 写积极行动指南 然后包括也前面 编转这个 公民行动指南的 角度来看 你对这些候选人 有没有什么建议给他们 我觉得其实 当然我们可以想到 政治人物在提出 这些政见的时候 应该会相对保守 但如果就我们自己 在做相关议题的时候 我们会希望有一些制度 因为其实民间 非常多团体 银行卧槽 然后黑熊学院 中国台湾 还有每个县市 都有一些自主 民房相关的团体 那这些能量非常强 他们都在做 非常多的事情 政府有没有办法 用什么样的机制 把这些人的 这些团体的能量 给接起来 不然万一民间 就自己做训练 然后万一就训练 这一套 跟政府未来 也许如果他们 想要推的东西 如果完全搭不上 那不是两套系统 这样其实有点浪费 但是也不能让别人 是说政府就是 我教练怎么做 你们就怎么做 所以由上而下的政策 跟由下而上 这些民间能量 现在没有接起来 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 然后再来另外一个事情 这也很重要 就是教育 大家当然可能 以前有群训课 现在或是一些 全民团团课程 到底有没有 认真好好去上 因为之前我们有看过一些 看起来像是教材的东西 有些很恐怖 有些还在那边 就是一带一路 中国或是最大赢家 那种感觉的 教训大家的国际战略 是这种路线的 万一现在还有这些教材 或是相关的教授 这些课程人员 是不是有任何相关的专业 你们就要更新 或是是不是要更改一些 比较符合 现代战争形态的一些 教材内容 让民间也做一些参与 这些也都是 哇很多要做的 对可是真的要讲下来 我看这期可能会讲不完 教材就讲一集这样子 对 我觉得教育的这个部分 确实可能是 大家都蛮有感觉的啦 比如说不一定 每个听友都 这么关心政策面的事情 或者是这么关心 不同团体 培训的内容 但大家自己在国高中 我们前几集 我记得应该是 这个节目首播的 大概前三集左右 我们就有聊过这件事情 就是军训课这个东西 到底要怎么进行 或者是我们国家 在安排这样的课程上面 有什么样的想象 其实是蛮值得去思考的啦 对 因为目前的这个 中学教育很明显 就是这种 不用考试的科目 对不用考试 要加一个引号 不用考试的科目 好像都不是很在意 但其实也许那些东西 都是生而为人 或生而为台湾人 蛮重要的事情 包括情感教育跟性教育 对没有考试的时候 都发现最重要这样 对没有考试就发现说 那些都是这个 生存所需的东西 对我三角函数 不会算不会死 但这个 不要乱得罪了 三角函数也很重要 对我来说 我个人 三角函数从来 就是都不是很会 我三角函数不会死 但是如果这个 紧急避难知识 literally 字面上就会死 对对对对 我讲的是真的会挂 的差别这样子 对真的 所以就是这些军训课啊 或者是学校里面 到底怎么思考这些事情 其实都蛮重要的 所以希望这个 三位候选人跟 幕僚团队 在未来这个 谨慎的20天左右 可以再提出 更多民房议题 相关论述跟证件啦 那特别是 到现在都还在 交白件的那位 别人都有 就你最特别 也是蛮尴尬的 对 而且柯文哲甚至 之前还有说什么 外交政策 要照蔡英文路线走 就是不会写 直接超别人 或者是 他不是对蔡英文 有很多意见吗 我不知道他现在想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东西 就是现在很现实 就是现在的国际情势 就是中美之间的情况 这是单选题 他把单选题 当复选题来选 民进党是选美不选中 他两个都选 我很聪明 然后考卷就零分嘛 就大家都考过了 小时候的 就这一题 就是单选题 像怎么样 对 那现在情势是这样 那当然他觉得 他最聪明 他可以逐游逢源 他可以所谓的 外交政策 照蔡英文路线走 那两岸政策呢 照国民党的路线走吗 照马英九的路线走吗 就媒体都要问他一下咯 听了今天的节目 萌萌有什么 要帮大家总结一下的吗 关于三位候选人的政策 不会啦 我觉得大家听完这期节目 应该都有些感觉 如果你是关心民防的朋友 到底要选出怎样的政治人物 会比较符合整体台湾 也许是民防的这个议题上面 或是更整体全面的 外交国防议题上 到底哪个候选人 哪个政治人物 会让我们台湾的 就是防卫志祺的能量会更好 应该蛮明显 但是我们不帮大家做决定 也许听完会觉得说 其实角白券也不错 是吗 那是不是有点 就是走错棚这样子 应该是不至于 有白的艺术这样子 对 好的 大家希望就可以用自己的节目 当做大家的投票参考 好 那节目最后呢 我们就跟大家预告一下 下一集的这个民防关我什么事 我们邀请到 众人院民主所的刘文老师 来跟大家谈谈 民防在台湾的社会意义 跟这个心理战的部分 那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啰 好 这集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卧槽民防控什么事 是一个讨论民防议题的节目 我们希望让民防议题 变得有趣生活化 让更多人一起了解 全民防控的重要性 欢迎把节目资讯 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今天聊到的卧槽文章连结 都会放在下方资讯栏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follow卧槽 Facebook IG Twitter YouTube 以及我们的Podcast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